人生意义就是搞钱 你扯其他都没有用啊 我现在是个博士 有个鸡毛用啊 博士 我现在是个什么研究生 我现在是个公务员 我现在是个科长 我现在是个副处级干部 还有多少荣誉 我出过国留过学 有鸡毛用啊 你买房子的时候这套房子一千万 人家看你是博士还是不博士 你买这车的时候这车两百多万 看你博士还是不博士 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虚的 你口袋里面有多少钱 有多少可以随时拿出来支配的 钱金 这才真正牛逼的地方 你要不要跟我瞅 我现在有两套房三套房 两套房就都扯淡 现在马上有个事 就需要两百万千金 马上就要救命的钱 你有吗 你不也没有吗 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 很多人还不理解 你总认为有补贴 或者福利待遇好 但是如果说你上升两个圈层 进入到百万级千层 或千万级千层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其实那些补贴 可能连别人的优贤都不够 因为你处的阶级 确实是人们是存在阶级的 阶级的关闻 有很强的阶级性 抖音